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很特别的存在 香港的画外之地九龙城寨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假星星,我是星星 这个频道主要是聊聊有关历史、文化、人文领域的话题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别忘了一定要订阅、点赞 还有小铃铛一定要开哦 九龙城寨又称作九龙寨城 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回北宋初年 当时候的政府在现在九龙东部的地方设立了一个官方演场 那因为古时候的延价很高 所以政府就派了延官去管理还有军队去驻扎 这就是九龙城寨最早的原型 但是九龙城寨的扩建一直要到1842年清道光帝年间才开始 鸦片战争战败之后呢 英国和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 不过这里的香港指的不是整个香港,是只有指香港岛 实际上这时候九龙半岛还在中国的领土里面 但是当然英国人虎视眈眈的想要一起拿下 所以为了监视呢英国人在香港岛上面的殖民行为 以及防止英国强占九龙半岛 清道光帝就下令呢修筑九龙城寨 与英国人建立的维多利亚城呢隔岸对峙者 但是随着英霸联军甲午战争的相继失利 清朝呢先将九龙半岛以南割让给了英国 然后九龙半岛一辈以及新界两个地区呢也被迫租借给英国 到了1898年整个香港呢几乎都成为英国的管辖区 除了九龙城寨 清廷呢力保九龙城寨的自主权 并且继续派兵呢驻扎管理 就有点类似今天的外交领事馆 所以呢九龙城寨就成为清廷的外飞地 外飞地的意思呢就是你在别人的国家领土里面呢拥有一块你自己国家的领土就叫外飞地 飞地这个词呢其实是蛮有趣的人文地理名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下次我可以做一个飞地的专题 1899年英国殖民地政府就是港英政府呢正式接管了殖民地 但是遭到当地的居民呢强烈的武力反抗 英国呢便趁此乱攻进了九龙城寨 将城寨里面的清朝的驻军啊还有官员全数都驱赶出城 不过呢大清政府呢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 后来英国政府才不得不呢撤出了九龙城寨 但是这个时候清朝其实已经渐渐进入了末路了 自身都难保更无暇去管理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正式成为无政府的状态 1941到1945年日本人占领香港的时候 为了扩建河道将九龙城寨周围的城墙全部都拆除 这也让九龙城寨后来呢得以大规模的扩建 香港关户之后呢港英殖民地政府呢 还曾多次试图强占九龙城寨 但是都被当地的居民啊还有中华民国政府呢强力的反抗 紧接着国共内战爆发 九龙城寨成为三不管地带 香港不管英国不管中国政府不管 而且呢因为九龙城在实际上不是香港的领土 所以不适用英国的法律使用的呢还是大清律令 也就是说九龙城在是一个无政府无法可管的地方呢 1950年大批的难民还有非法勾当开始聚集在这个三不管地带 毒馆鸦片馆海洛英馆色情场所 还有三六九馆在城内到处林立 三六九馆呢就是卖狗肉的 因为三加六就等于九 九在广东话里面就是狗就跟狗是同音的 所以三六九馆就是卖狗肉的 因为港英政府呢禁止人民吃狗肉 所以狗肉铺呢都纷纷迁到城内来营业 另外城牌的牙医中医诊所也是老一辈香港人 对于九龙城在的非常深刻的影响 因为当时候呢很多从中国逃难到香港的医生呢 不具有在香港营业的合法执照 所以他们只好在九龙城在呢开业 而且因为他们收费低廉 很多不住在城在的香港人 也会到这里来看病 在此同时城在为的香港因为极佳的地理位置 正处于一个经济起飞的状态 九龙城在就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工 于是呢香港政府也对于城在内的这些非法勾当啊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彼此之间维持着一个很微妙的平衡关系 虽然城内呢龙蛇混杂 但是在城在里面最大的黑帮也就是 鸿门的分支三合会的管理之下呢意外的和谐 一般的居民呢住在城西 那非法勾当啊还有黑帮分子呢大多聚集在城东 互不干扰 到了50年代末期香港有超过90%的毒品是来自于九龙城寨 1960年香港进入了一个黑暗期 战后20年呢香港的经济持续的成长 大批的难民呢涌入香港 此时香港的人口已经成长超过了一倍 港英政府的财政非常的吃紧 警察呢便开始和一些不法的业者呢勾结收取回扣 黑帮会定时送钱给警察 并且交出一些性工作从业者啊小裸裸啊 让警察可以向上回放 然后警察就不会对这些乖乖配合的黑帮 进行大规模的扫盪 这样特殊的警民合作关系呢持续了十几年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呢就是曾被改拍成电影 武艺探长磊落的原型 总华探长吕乐 一直到1974年香港政府终于受不了 成立了廉政公署 同年三千名的香港警力进入了九龙城寨 扫荡不法勾荡 从此以后九龙城寨的治安开始变好 也因为治安变好所以更多的贫穷老百姓 迁入九龙城寨居住 我们现在印象中呢 九龙城寨那个高楼拥挤的模样 便是从1974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鼎盛时期呢整个城寨的建筑高达500栋 而且人口有记载的已经达到了3.3万人 成为了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因为建筑物实在太密集 所以城寨里面有80%的地方是见不到阳光 白天呢就跟晚上一样 不过呢因为紧邻着启德机场 所以出现了城寨唯一的一条规定 就是建筑物不能超过14楼 以免影响飞机的起降 九龙城寨因为不属于香港政府的管辖 所以没有水电这些基础的民生设施 居民们的用水呢是共用8条公家的水管 要自行去挑水 或是你也可以花钱偷接水管回家 但是因为设备简陋常常停水 所以居民们24小时开着水龙头 这也导致呢城寨到处吃搭搭的景象 店也是从城外偷接的 所以停店呢也是家常便饭 虽然因为人口实在太多 建筑物又缺乏整体的规划 九龙城寨呢环境拥挤 不见天日 卫生条件也差 但是呢在三合会 城寨的自治会 以及警方共同管理之下 城寨内的治安呢 实际上是比城外的香港还要好的 1984年香港的犯罪率是1.42% 但是九龙城寨里面的犯罪率只有0.84% 尽管如此 九龙城寨依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平民窟 1982年英国和中国政府开始针对 九七香港回归进行谈判讨论 双方都想展现香港最好的一面给世界看 于是香港独留 九龙城寨就成为了一个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1987年香港政府宣布要拆除九龙城寨 拆除前 城龙的状案组成为了最后一个进到城寨里面取景的剧组 日本组织了一个团队花费一周的时间 将城寨的整个火面图都绘制下来 也有许多来自国外的摄影师建筑师 纷纷留下了城寨珍贵的影像 1994年城寨拆除完成 原址改建为九龙寨城公园 至此九龙城寨走入了历史 但是九龙城寨彻底消失之后 却比还没拆除前存在感更高 时到今日都过了将近20年 许多的影视作品还是会花费巨资 搭建出九龙城寨当作背景 日本的川崎县也曾经以九龙城寨为背景 打造了大型的娱乐中心 不过也因为影视作品的过度渲染 九龙城寨在大部分人的心里都是犯罪天堂 人间炼狱 但是对于真正居住过九龙城寨的居民来说 那就只是家 可以看到阳光 不买电视天线 飞机时不时会经过头顶的天台 就是孩子们最好的乐园 九龙城寨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一定要订阅人生假星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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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